奉主耶稣圣灵正道 我们靠做圣灵的帮助 今天晚上跟大家来勉励 来见证的题目叫做 悲欢岁月 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人的一生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悲伤有欢乐 有白天也有黑夜 有雨天也有晴天 所走过的路有欢笑也有泪水 那路上有上坡的时候也有下坡的时候 若有欢气的时候也有直的时候 这一切的遭遇都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所以我们用四个字来说明我们的人生 悲欢的人生 现在我们从圣经上来看 悲欢岁月 请大家翻开传道书的第三章 一节到八节 请注意这一段圣经里面 一共记录了我们人生的三十个悲欢的事情 悲欢的事情 我来读第一节 第一节 那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 你去算一算看 有三十个人生的悲欢 那么这样的人生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十节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原来神给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悲欢 那就是在人生里面来考验我们 经历我们 那不单只是这样 人总是在这种悲欢的人生里面 很愁苦 甚至很痛苦 很悲伤 很无奈 因此呢 神就安排了 预备了永生 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 得到安静 所以你看十一节 就说 原来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原来神在这种悲欢人生里面 早给我们 早已经预备了 永远的安息给我们 但是有谁能够明白 神的这种用心 谁能够明白 神这样的计划呢 所以这里接下来 记说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渗透 感谢神 今天我们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明白了真理 明白了神的爱 明白了神的计划 明白了永恒的天国 虽然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世上 这种悲欢的人生 悲欢的世界里面 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着盼望 活泼的盼望 虽然我们跟世人 有时要遭受很多的痛苦 有很多的灾难 我们一样要面临的 一样要面对的 但感谢神 我们时常的表现 就是很安静 很平安 甚至有时是很喜的 这就是我们信神 跟没有信神 跟没有信神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现在圣经来看 圣经一些人物的 悲欢岁月 悲欢人生 我想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亚当的悲欢人生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26节到28节 这段圣经我们看到 亚当他的人生 是丰富的 是荣耀的 是圣洁的 是美丽的 26到28节说 神要用他的形象 来造人 造亚当 然后要给他们管理 海里的与空中的鸟 地上的走送 那神是用他自己的 荣耀圣洁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创造亚当的时候 那个亚当是非常像神的 有神的形象荣耀的 我们不过是泥土所做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神的形象 神的荣耀神的样式呢 我们常常会听人说 你是谁啊 你到底是谁啊 怎么可以跟有神的荣耀形象呢 你有没有搞错呀 但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始祖亚当 我们人类的始祖 就是有神的形象的呀 如果他没有 如果他没有 如果他没有犯罪 没有十七个神的形象 我们今天都有神的形象 他当时的人生呢 岁月呢 是非常荣耀快乐的 二十八节说 神就师父给他 有没有 然后又给他权柄 治理这个地 管理这个地球 他的尊贵是 第一 他被神创造 第二 他有神的形象 第三 他蒙神 这种权柄管理 加上有智慧 那管理是要有智慧的 那第五个呢 神又亲自地为他 设立一个伊甸园 给他住 那第六点呢 神又特别为他 造了配偶来帮助他 来陪伴他 你看他的人生 他的岁月是不是快乐人生 是不是丰丰富富 庸庸耀耀耀 这种人生 可是 不久 他的这种欢乐人生 就变成了 悲惨的人生 那请看 创世纪的第三章 17节到19节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言故 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赐的 这里 咒诅临到 神咒诅他 那他就失去了 神荣耀的形象 然后他要终身 一生都要劳苦 不是一生享受 请注意 是一生劳苦 第九节说 要汗流满面 因为非常辛苦 才得到一些糊口 他有一些东西吃 那十八节里面说 第一要给他 长出祭礼 然后神说 他要吃田间的蔬菜 英文是 吃田间的草药 那说明他会生病 开始有病痛临到 那到十九节的时候说 他会死 他会面对死亡 因为你本是尘土 你要归于尘土 那就是死亡 然后到二十节 然后我们看到 最后是士气乐园 被神赶出乐园 那就是二十四节 被神赶出乐园 你看从这么荣耀快乐的人生 突然间变成非常凄凉的人生 最痛苦的 最可怕的 不是这些咒诅 不是这些劳苦 士气这些 世上的好处 不是这些 最痛苦的就是 他不能够再见到神的面 他不能够再与神沟通 见神的面 不能见神的面 在圣经里面 是最严重的事 是最可怕的事来的 那就是圣经常常说的死 你必定死 那个才是真正的死 圣经对死的意义 定义就是 你人从此不能够见到神 不能够回到神那边去 那么你就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 钉死之架 神离开他的时候 他大声喊 神为什么离开他 他最怕的事情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亚当的 悲欢人生 他不懂得珍惜 神给他的恩典 神给他的荣耀 神给他的尊贵 去听信 撒党的那些迷惑的话 因此在神的恩典中 他堕落了 在神的祝福中 他失去了一切 他把神给他欢乐的人生 变成了悲惨的人生 请注意 这些都是他制造的 自己造成的 这件事千万不要怪神 因为神老早就跟他讲 你不要吃 你不可以吃 你千万不要吃 这样很清楚 而且还把后果 后果严重性 告诉你 如果我吃了怎么办呢 我吃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神说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这么清楚了 也这么严厉的警告了 也知道他的后果了 那你还要去吃 那你要怪谁呢 所以我们今天兄弟姐妹 我们要绝对绝对地 遵行神的诫命 照神听神的话来做 不可以违背神的旨意 违背神的诫命 不然我们这种 荣耀欢乐的人生 马上会进入到 悲惨的人生里去 我们看圣经的第二个人物的 悲欢人生 那就是叶伯的悲欢岁月 请看叶伯记的第一章 那13节到19节 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故事 那我们读20节到22节就好了 我们读20节到22节 耶伯在他极度的痛苦当中 他说出了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说出了 他的一生是悲欢的人生 悲欢的岁月 赏识的是神 收起的也是神 神赏识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欢乐人生 快乐人生 当神收起的时候 把一切都祝福 一切美好都收回去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悲惨人生 那一般的人生 就是这样 祂的人生就是这样 悲欢人生 祂就是这样的人生 当神赏识给他的时候 祂样样都有 样样都美丽 样样都那么美好 也让许多的人来羡慕他 来赞美他 这确实是欢乐人生来的 可是当神收起的时候 拿走了一切的时候 那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不单止一切都变成一无所有 祂整个人 整个身体都生仓 从头到脚都生仓流浓 这真的是很悲惨的人生 如果你有时间 你进入里面去看 祂的悲惨状况 老实说 没有几个人 能够承受得起 这种打击 这种悲惨 因为我们有时 士气是 一点一点的士气 慢慢慢慢的士气 有没有 夜波的士气 是马上的 一下子全部没有的 一下子全部没有的 他的财产 他的钱财 是一日之间 整个没有的 他的十个孩子 又美丽 可爱的孩子 是一天之内 一时当中 全无死光的 我们有时一个亲人离开 我们都受过了 我们都悲伤了很久很久 是吗 为什么他遭受到这么悲惨的事情 为什么他遭受到这么悲惨的事情 就是越波自己讲的 因为神收回了他的祝福 神把他的祝福美好拿走 那从越波的遭遇当中 在他的悲惨岁月当中 让我们明白了两件事情 第一 我们的神是师父的神 是师父的真神 一切的平安 喜乐福气 全部都在神的手中 这个我们一定要确认 一定要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要得到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平安 一切的喜乐 你向神要吧 你回到神那边去要吧 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上 你去世界找干什么 你去跟人家哪干什么 人家会给你吗 世界会给你吗 因为真正的福气 永远的福气 这些福气 让我们很平安很喜乐的 都在神那边 为什么不像神要呢 为什么会这样往世界找呢 难道你不相信 这些福气在神的手上吗 你不相信这些都是神赏识的吗 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 业波他自己很清楚这件事 所以他述出了这句话 这一切都是神赏识的 他自己很清楚 第二件事 从业波的悲惨人生当中 我们明白了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的神是一位收起的神 他除了是一个师父的神 他也是一位收起的神 他有权利把我们的义确拿走的呀 而且不用向你解释的呀 难道神要拿回祂的东西的时候 祂要跟你讲事啊 解释的吗 祂要经过你批准的吗 这个是神的主权 祂的权柄来的 祂的荣耀来的 所以祂可以给你 祂也可以不给你的呀 祂可以不收起 祂也可以随时收回去的呀 这是我们信徒 我们基督徒 在敬拜神当中 要明白的第二件事 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 神收起我们一些东西 或者收起我们最亲人的生命 我们要顺服的 我们要接受的 我们甚至要感谢神的 我们只能够接受 只能够顺服 这就是尊重主的主权 尊重神的那种权柄 那种荣耀 关于这个神的主权 那么保罗有很清楚的解释 那是在罗马书的第九章 20到21节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时间不太够 我们就不看了 那在这个罗马书九章里面 保罗解释很清楚 什么是神的主权 耶伯的悲惨人生 跟亚当的悲惨人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个人是同时 都一样是士气 亚当也士气了一缺 那么 这个月布也是士气了一缺 那不一样到底在哪里呢 不一样就是 亚当的士气 是自己造成的 问题是在他自己 自己造成自己士气的 那耶伯的士气呢 不是自己造成的 不是 是神故意地将福气 将一切收起的 神故意这样做的 所以问题是在神 问题不在业部 那如果你要清楚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那么他的背景 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 六节到十二节里面 这里说 六节说 有一天神的宗旨 势力在神面前的时候 撒旦也在里面 那神就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在地上走来走去 所以请你注意 魔鬼工作的地方 是在地上 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的 走去又走来 走来又走去 去了又回来 又到处走来走去的 你注意 在地上 所以你把我们的生命灵魂 我们的财宝 这么尊贵 孩子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 全部投资放在这个世界 那是很不安全的 那是很糟糕的 因为魔鬼就在这里走来走去 神为什么要这样问撒旦呢 你从哪里来 难道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神就是要撒旦回答 让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工作 他常常在哪里来做魔鬼工作 神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 这个世界是没有安全的 是绝对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住在神里面 比较安全 把我们的钱财 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灵魂 把我们的孩子 一切就交托在神里面 把孩子们都送到神里面 这才安全 这才有保障 那么问完过后 神就挑战这个魔鬼 神就主动点这场灵节的战争 第八节 神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没有 那个夜魄你有用心去看他吗 本来神这样讲就算了 那神还故意地说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 完全这样敬畏神的 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的 哇 这句话假的 这句话让魔鬼跳不起来 这个对魔鬼来讲 是很丢脸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泥土座的人 对神都这么忠心 对神都这么敬畏 对神都这么的顺服 他自己曾经 就是天使来的呀 他自己这样 不对神 不忠心 对神 而且对神这样来反叛 那个是打脸他的呀 所以他当然要反驳 要反驳推翻神的这个见证 他说神不是的 祂拜你不是真实的 祂骗你的 我们没有时间去谈里面的 这些灵界的事 所以业步的士气呢 其实是神故意收起的 不是业步的问题来的 所以我们明白 神不会无缘无故 收起我们的祝福 祂就算收起 祂不会没有理由 无缘无故收起 祂一定有祂的意思 那对你来说 有两个美意 第一 对你来说 要显出 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敬拜祂 没有了这些东西 你对神还没有敬拜 你对神还会被感谢 第二件事 这种 神收起的时候 第二件事 对神来说 你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继续地拥要神 第二件事 我们仍然能够继续 祝福神 神故意收起业步的祝福 有这两个目的 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因为魔鬼就提出这种挑战 他的信仰是假的 第二对神来说 你能不能够在你受苦的时候 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能不能够继续赞美神 敬拜神 你能吗 所以我们从越过的 悲欢人生当中 我们也明白了信仰的功课 无论是神祝福我 还是神收起了 还是神哪去了 我们都完全地顺负神 完全地交托神 就如诗歌125首所说的 或这样或那样 都有主的意思 都有主的议备 对对对 诗歌152 152 未必会依我的心意 也不一定是依照你的心意 都依照神自己美好的心意 我们只能够向越波这样忍耐而已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够向越波学习忍耐而已 而且还要加上 在这一件的事情上 越波并不犯罪 口也不妄论神 不批评神 兄弟姐妹 除了要忍耐以外 还要加上一件事就是 在这件事情上 不要犯罪 口也不要去妄认神 去评论神 这就是越波的悲欢人生 无论他的人生是欢乐的 还是悲惨的 他都一样能够荣耀真神 欢乐的时候他赞美神 悲惨的时候他一样敬拜神 所以这场挑战 这场灵界战争 神得胜了 越波也得胜了 魔鬼彻底的失败了 那捷迹又重新回到 欢乐的人生 从悲惨回到欢乐去 我们在讲一个 中国人的故事 来说明我们的这种 悲欢的岁月 悲欢的人生 也许你 或许你已经听过的 那就是 塞翁是马的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家 他失去马的那个故事 有一个老人他非常喜欢马 他养了很多的马 结果有一天 他的千里马 他的那匹豪马 失踪了 消失了 不见了 那大家就来安慰他 因为那匹马是千里 是很好的马 很少有的马 可是这个老人 对那些安慰他的人说 他失去马 胭脂非腹 可能是一种福气来的呀 大家听不明白 你失去马 怎么会是一种福气呢 结果不久 那个千里马回来了 而且同时又带 另外一匹千里马回来 又带另一匹豪马回来 哇 大家替他高兴 那这时候 他对那些人说 不一定哦 塞翁得马 胭脂挥霍 我得到这个马 可能是一个 不如意的事 是一个麻烦的开始 大家莫名其妙啊 你的马又回来 又多赚一匹马回来 有什么不好呢 有什么灾祸呢 大家听不懂这句话 结果事情 灾祸真的发生 因为他的肚子 只有一个儿子 骑上这个带回来的马 结果跌断腿 腿脚被跌断了 好好的一个人 变成铲碑的人 原来真的像老人家说的 不要高兴太早 可能是一个灾祸 真的是一个灾祸 但是故事还没有讲完 不久 国家发生战争 那么村里面的年轻人 都被征召去打仗 那个战争停止的时候呢 没有几个人回来 很多年轻人都死了 因为他的儿子跌断脚 所以没有办法去当兵 不用去打仗 虽然跌断脚 但是人好好的活在家里 陪伴着老爸爸 虽然跌断了脚 但是命还在 还好好地活着 哇 大家就 这个老人就得到安慰了 大家又来 来恭喜他 这时老人家 他就讲了一句话 是负也是货 是货也是负 人生货富无常 人的生命 人生里面 货富是无常 一时祝福 一时灾难 一时灾难 一时祝福 是交叉的 这样循环的 这就是我们的题目 今天讲的悲欢岁月 我们五时就常常在这两种情况中 这样来交叉的生活 这样来遇到的 真的 你说好时 却原来是不好的 你说不好的时候呢 你在埋怨的时候 原来是对你好的 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悲欢 岁月的那些人物 那些故事 好像浪子的悲欢岁月 好像扫罗的悲欢岁月 好像夜色的悲欢岁月 还有那个拿尔米的悲欢岁月 每一个这些圣经人物 她的故事 她的悲欢跟悲伤 都有我们要学习的道理 要学习的功课 最后我讲一个 小女孩的悲欢岁月 来结束 有一个小女孩 在她出生不久 她妈妈就死掉了 那么在她的生命成长当中 只有爸爸陪伴着她长大 而且她父亲自己也有病的 所以他们的生活很辛苦 很贫穷的 他们吃的不是很饱的 而且穿也不是很暖的 很贫穷 很辛苦的生活 小小的岁月就要受很多很多的苦 很多很多的担忧 但是父亲呢 时常教导她 要坚强地面对身 父亲常常跟她说 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太多悲伤的故事 有太多悲伤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不要再悲伤了 你一定要快乐地生活 要活出快乐来 小女孩问她父亲 要去哪里找快乐呀 她父亲告诉她 她父亲告诉她 你从圣经上去找 凡是圣经所有神运许的快乐 运许的祝福 运许的平安 你都把它找出来 每天去读 每天去看 过了一段时间 她跟她父亲说 父亲啊 圣经所有神运许的快乐 跟平安跟祝福 我都找完了 看完了 那还要去哪里找快乐呢 父亲说 圣经神运许的那种快乐人生 你看完了 那你就去生活上找 你回到生活上去找快乐 若你在生活上找不到快乐 你自己就是要种下快乐的种子 你自己要种下 这种快乐的事情 因为这些种子 你种下去 它以后 它就会成长出 许多快乐的果子 你一定会得到 许许多多快乐的果子 那她父亲不久呢 因为没有钱医病 吃饭都没有钱 何况要医病 结果也死掉了 那小女生 小女孩呢 很孤独的 独自一人 很辛苦的生活 很贫苦的生活 但她永远记得 她父亲讲的 如果生活上找不到快乐 放我们自己 叫种下快乐的种子 自己去制造快乐出来 所以她遇到人 她每一天 都是用欢乐的笑容 很热情地跟人家打招呼 甚至 用很快乐的心情 去帮助那些 老人 小孩 她都常常去做这些 很慈善的事 很美善的事情 那些 父亲跟她说 首先你要从圣经上去找 神的话里面 去坚定神的话 神允许的快乐 根据要把神的运许 这些快乐 这些祝福的话 行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 事行出来 去种下快乐的种子 或许她不会马上生长 但是过不久将来 她一定会长出 那种美善的果子 快乐的果子来 不是吗 其实她自己是很悲惨的 她的人生 岁月很悲惨的 但是她总是 把快乐带给大家 讲到这里 我想起一首歌 叫做 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 很好听的歌来的 那小女孩的成长岁月就是这样 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欢乐带给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最美丽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 最有价值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 最荣耀真神的见证 最美丽的生命 最有价值的人生 最荣耀神的见证 不要一直在埋怨 我们的生活到这么好 这么平安 这么丰富 还埋怨什么呀 最后我们来看 保罗讲的一句话 一段话 他说 无论人生 遭遇是什么 是欢乐也好 是悲伤也好 我都已经学会了 他到底学会了什么呀 请看这个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菲利比书四章 11节到13节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 说这个话的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自主 这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我都知道了 或者是饱足 或者是饥饿 或者是有余 或者是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密切 我学会 其实保罗的 事奉岁月 他事奉的生命 其实就是 他的悲欢岁月来的 你看他这里讲的 有时是丰富 有时是缺乏 有时是饱足 有时是饥饿 没东西吃的呀 那个不是一种 悲欢人生吗 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呢 学会了忍耐 在悲伤的时候 学会忍耐 我们学会顺服 在神兜起的时候 我们顺服 学会顺服 我们学会感恩 在朝一番的时候 我们还会感谢神 赞美神 还唱诗 我们还会快乐 甚至把快乐 带给大家 本来我是很凄凉的 你们来安慰我 来看我 你们替我祷告 你们替我祷告 但是反过来 你们担心我 担心我的悲伤 但是感谢主 反过来 我安慰你们 你们看到我笑容 这么灿烂 讲的话 这么有信心 反而你们 从这个人生 得到安慰 得到喜 我们常常 发生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信徒 我们很熟悉的信徒 他的孩子 被神借走了 或者他的太太 被神借走了 或者他正在生病当中 在分泌当中 我们很担心他 我们很担忧他的信仰 担忧他的家庭 是不是 他没有想到 当你去关心他的时候 他比你更有信心 他甚至还可以 安慰你的 他会叫你不用担心 神会看顾 没问题 神与我同在 这些话不是让我们 倒回头安慰我们吗 他把快乐带给我们 应该我们把快乐带给他 他倒转头 把快乐带给我们 所以保罗说 我学会了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信仰的功夫 是要学的 不是说你一信耶稣 就自己会的 不会的 你要学的 学就是要下功夫的 学就是要用心去学的 才会的 这个就是刚才 传道书 第三章说的 神让我们经历 这个三十种的悲欢人生 他的目的是要 让我们在里面 经历信仰的功课 经历一些神 要我们做的功课 然后呢 让我们在这种悲欢人生里面 看透人生 然后去追求永恒 追求永生 但愿这篇道理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来唱诗 一百五十二 让我们唱一百五十二 让我们唱一百五十二